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常说情绪就像天气一样 天气有情有雨 或者甚至会有阴天或者是雷暴或者是大大风 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会开心 有时候会情绪低落 有时候会很生气 有时候也会去到一个很低沉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里 我们的情绪如果遇到这些事情打大风的时候 其实现在科技那么先进 其实也有一些治疗方法 治疗的方法除了在个人层面 其实在我们的家长方面 或者在社区上面 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在个人层面的治疗方法里面 除了一些有药物的治疗之外 其实也会有一些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可能是认知行为治疗 或者是一些正观的认知疗法 我都会想和几位嘉宾谈谈谈谈 不如也可以和后教授谈谈谈 如果我们在家长 或者在社区的层面方面 我们可以怎样做 令到整个社区比较强壮 那一个好消息 其实香港刚刚前一阵 参加过国际的研究 十几岁的时候 其实香港在世界上 比如七八十个国家 包括最富有的国家 香港抗疫力高 即是背景不是那么好 家里窮一些 父母教育水平低一点 但是都是叫做 适应到学校生活的人 其实都很多 在世界上都是排得很少 香港很厉害的 所以都压得到 不知道是真的压得很辛苦 还是很压力的 都叫做得不错的 都没有放弃 都继续做 抗疫力 我们就说抗疫力 都挺好的 对家长来说 我觉得香港很多家长的要求是高的 经常对小孩 每个小孩一不听话 就说我炎诗出高徒 经常说我炎对你是好的 你大过了你就知道 我觉得这样也对的 高的要求 其实都是不放弃的表示 小孩他做什么你都OK 你都是不理他 他怎么放弃了自己 你都放弃了他 其实小孩不开心的 所以你对他有期望 有要求是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你要加的是什么呢 就是爱 就是不只是炎诗出高徒 其实他喜欢吃什么呢 你不要理会他吃什么 他喜欢吃什么 他最好朋友是哪几个 他喜欢看什么戏 他喜欢读哪科呢 就是整个我们讲笑话 就是有些见家长 有些家长去到那间学校 就找哪个小孩 跟着找一轮 没有这个小孩 原来是隔离那间学校 这些就很凄凉了 就是说你要求的小孩很高 但是你其实小孩去到哪班 在哪间学校读 其实你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去到这么夸张 其实你再要求高是没用的 反而小孩就很不开心了 所以你要求高 我们叫你不是一定放弃 你是又可以合理的要求 和对他有期望 他都知道你是希望他好 这样是感受得到的 但是第二方面呢 你真的要爱他 是要有足够的融化了他的爱 我觉得是对小孩正面成长一样的 其实侯教授就鼓励各位家长 就是用爱融化自己的子女 是吧 那其实在社区层面方面呢 其实现在都很多一些的抗疫力的训练 可能除了给学生之外呢 都可以去扩展给家长 和社区的人士这样的 那我又想请教一下陈医生 那其实现在呢 有一些药物里面呢 其实是漂亮了很多的 那些药物是吧 那可不可以和我们说一些药物治疗呢 那其实呢 就我做精神科都几十年了 那记得初初出来的时候呢 药物是有的 无论医严重的思觉失调 或者现在就是叫做 就时叫做精神分裂 或者抑鬱症呢 都有药医的 不过当时的药物呢 的副作用很多 还有呢 药理呢 就不是太清楚的 总之应该可以就行 吃了去开心点 不过人可能很累很眼睡 集中不到精神 很开心呢 在最近这十年二十年呢 就是很多的药厂 由于刚才都说了呢 世卫都知道这个抑鬱症是很厉害的 华世凶凶 所以这些药厂 就是一方面做生意啦 其他方面他们也为想人类谋幸福 拿了很多资源去研究 那现在呢 精神科已经不是只是说话的 很多时候呢 就跟老精神科 就是很多脑的里面的 新陳代謝啊 或者那些叫做脑的传播物的研究呢 都很成熟 所以发展出来的药物呢 就很专注 在某一个位置 对哪一种 例如血清素啊 或者去甲肾上腺素啊 多巴胺啊 这些 就比较我们好像现在的 所谓的标靶那样 对着它来做 所以这个效果是显著 还有负责是小的 唯一可惜呢 就是说就算有那么多药 我们香港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或者东南亚都是亚洲人 很怕精神病 这三个字 很怕 一去看精神科医生 别人会说你瘋了 很多人会反对 那结果呢 就是很多时候出现了一些悲剧 那其实呢 我希望大家明白到 其实现在的精神科 跟内科 或者其他外科 内科的东西 是没有分别的 都是病来的 而且越来越多 大家不能够逃避的 所以是一个中国人的说话 病向前中医 早点医呢 其实呢 成功率是相当相当之高的 谢谢陈医生 那我知道叶仔 你是一个国内人 那你其实也有吃药 那也有一些方法呢 帮自己应变这个 的抑骨症 那样的 因为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就看到抑骨症 很多时候最初 我们是不开心一些的事件 但是过后呢 其实时间久了 抑骨症久了之后呢 其实是不开心自己 为何还不开心 不开心自己的抑骨 那在这些层面上高呢 我看到在症观方面 是可以帮很多的 那你是个经验是怎样的 是的 那其实呢 是的 那其实呢 我自己就是 刚才我说过 我自己有 有轻生过 有伤害过自己 其实 这个想法呢 很坦白说 我是挥之不去的 它是会自己走出来 好像一个插入式的思想 那样的 那它来到的时候的话 那我可以怎样做呢 我以前的话呢 我未学会证观的话呢 我会跟它对抗 跟它糾纏 拿很多证据 跟它说 啊 你这样做是 就是我这样想是不对的 那这样的 那往往呢 一对峙的话 就会觉得自己 哎 为何又跌在这个谷底里面 那样呢 那但是当我学习证观的时候 就会明白 思想会出现 其实我们不需要触紧 也不需要加以评价 它会飘走的 情绪也都会有起 会有福 人都会有开心 不开心的时候 那所以 可能过一个几秒钟 或者十几秒钟的话呢 那这个念头就会完的了 那我就可以回路回 平常一般的那样 那叶仔其实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帮到自己的抑郁症 那也都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可以拥抱这个抑郁 甚至乎可以 即是未必拥抱到的时候 可以跟这个抑郁共存的 最紧要抱住希望 多谢大家先生 Canvas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greatest